迪仁姐 我们两个要出门了 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吃的用的都没有了 菜什么肉什么都没了 然后我们两个今天要做好房屋措施 出门采购一波 走吧 我觉得我们家的厕材是这种文化的 嗯 你就不说了 没文采也不说了 写的还这么难 来 看看我们隔壁的一个 又长 写的还好怕 然后还有内容 文采也填好了 明年就写好看 自己搬去搬去 别脱背 快点憋死我了 哎 打死我都不出门了 洗澡洗澡洗澡 洗澡然后把口罩摘了 憋死了 你看给猫咪买的电视台 你自己在那边误讲 这不猫咪也在上面的吗 把人挤一边 没有 那猫咪都说了 就是 不是 来睡吧睡吧睡吧 他们想睡 把你们家里收拾一下 你看回来两天了 心里想都不带收拾 三天 四天了 嗯 还可骄傲了是不是 嗯 那我收拾你的吧 你收拾把我做饭 行吧 哎呀 哎呀 你把我起来 我起不来了 今天你的要做什么菜啊 可乐鸡翅牛闷大虾 又有鸡又有虾 又有鸡又有虾 还有汤圆呢 酒酿小碗子 你都在东北 罐头到的碗里也算一道菜吗 真的啊 你笑什么啊 没有吃到了 不是 不啊 就算一道凉菜啊 我们就有四个菜了 你看你穿个红衣服 戴个黑微信 像可口可乐 长得还黑 不怎么的 不怎么的 做菜好吃就行 有用啊 一百遮百丑 长得长得白 能找到 那个 会做饭的对象 你看你好好做饭 你那什么态度啊 忘了一折 你摔的谁呢 嗯 嗯 看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可乐器吃的叫场 是不是 是不是 黑鬼 是不是 你是 是 现在厨艺有进步了 嗯 能一起掌握两个锅了 你都是煮的 能不能拿掌握这两个锅 能不能放下 一会儿要是不好吃 我就说好吃 好吃我就说特别好吃 好不好 好 好 你打过他了 我打过了 你搶走 打我 嗯 by bwd6